现在关于疫情的事啊 说法很多 你打开手机里面 朋友圈啊 什么朋友发来的 全都是关于疫情 而且好多说法都挺怪的 一惊一乍的 好像每个人都有独家消息 关于全国 我有一个经验 就是在大家说法都 都很离奇 争着要说 我最权威 我知道事最多 我这个东西是刚刚独家的 我统统采取 坚听责民的态度 说坚听责民 我都是客气了 我不怎么信 你消息不不确切啊 对吧 人民日报关于优化防空二条 有个问答 我觉得这个讲得很好 而且我也把它推荐给大家 大家一定要有消息 要叫权威 是谁说的呀 你越是惊悚 听了之后 一惊一乍的 说现在全国核酸 都改成解放军了 我不反对啊 我觉得能这样好啊 但是可能吗 没有可能 对不对 所以人民日报 关于疫情问答 二十条优化措施 就强调现在 现在我们的防疫形势 最严峻 最复杂 怎么看待 疫情和防控的形势 国业联防联工机制的专家 就说全国 刚刚跟孙春兰 副总理开国会的 那些专家和其他的专家 关于大家关心的问题 做了问答 有人问说 那有些地方 新冠病毒感染者 人增加这么多 还有的地方 被封的频率 比以前更高了 这是不是 怎么看这事啊 专家说 近来群众反应的问题 主要不是针对疫情防控本身 我们有个判断 群众反应的问题 主要集中在防控措施 在有的地方简单化 有的地方层层加码 有的干部喜欢一刀切 还有的机构和单位 忽视群众诉求 有的地方随意扩大管控区 和人员范围 国务院三零五身 联防联控机制 每天都讲 但是还有的人 随便扩大管控范围 一封了之 有的甚至封控之后 长时间不解封 还有的地方 根本他封的地方 都没经批准 动不动就玩静默 这不行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强调今后各地要根据 检测留掉结果 来做风险研判 来精准判定风险区 封控管理 就算这地方 该封 那也要快封 为什么要快封 快封快解呀 而且解除 是应解尽解 那减少了 因为疫情带来的 给老百姓带来的不方便 现在呢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天天强调 持续整治 层层加码 所以对群众合理诉求 你必须马上回应 即时回应 即时解决 应该说 这个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这个回答是站在 老百姓的立场上 从整个国家疫情防控的角度来说 这说法是很得人心的 也有人问 说有些地方 长期风控给群众的工作生活 带来很大影响 那老百姓心里焦虑 憋得慌啊 这种情况怎么避免 怎么纠偏啊 专家说长期风控啊 不仅影响人民群众的正常生产 生活秩序 还容易造成焦虑 这种情况必须纠偏 必须避免 所以各地要进一步加强 高低风险区划分标准培训 组织做好风险区域划定和管理 原则上高风险区啊 一般以单元和和楼栋为单位划定 你不能随便扩大一化一片那不行 在疫情传播风险不确定 或者存在广泛社区传播的情况下 你可以试图扩大高风险区域的划定范围 但是但是但是 要及时通过核酸筛查和疫情研判 快风快解 对风险人员的判定 你得以现场留调为依据 你不能领导一拍脑袋 你不能通过时空伴随 随便扩大范围 你这造成大面具物伤啊 那不行啊 最大限度降低 因为疫情给老百姓带来的不变 这才是要追求的 同样对高风险区要严格管理 怎么做严格管理 做到足不出祸啊 这种情况下 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工作 保证老百姓基本生活和就医用药的需求 老百姓心里别闷啊 风控隔离人员心里数导也很重要啊 加到对老弱病残孕 特殊群体的关心帮助力度 这些工作都需要做好 有人问说呢 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和原始毒株相比 他这是到底有什么变化 哎 专家这个解答呀 以前说的没那么确切 这次专家说 国际和国内监测数据已经证实了 和原始毒株相比啊 原始 比方说原始毒株 还有后来那一段闹得很厉害 那个德尔塔 和原始毒株和德尔塔变异株相比 现在流行的这个奥密克戎啊 啊 极其变异毒株 他这个计划分支的致病能力和毒力 确实明显减弱 国外研究表明 奥密克戎的变异株 引起重症和死亡的比例 明显低于之前的原始株 这是奥密克戎变异株的特点 也可能和现在咱们国家广泛的人群 接种疫苗嘛 免疫水平提高 还有呢 及时干预治疗因素有关 专家这个说话很确切 咱们现在新冠重症及其关联死亡 处于非常低的水平 这和咱们国家积极的预防有关系 还有呢 我们统筹优质资源就职量有关 中医药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是有基础性疾病 年纪大 没接种疫苗 注意啊 三种人 一 基础性疾病 二 年纪推大 三 没接种疫苗的人群 那如果感染了奥密克戎 仍然可能会出现一定比例的重症 所以大家要提防 所以要注意打疫苗 60岁以上的人 打疫苗 这是国民联合联合机制 反复强调 有人问说 哪些人感染后患重症的风险更大 哪些人 第一就是老头老太太 老年人呀 60岁以上的老年人是新冠病毒 感染之后引发重症的危险人群 四八九六十多 是吧 有人七十多 还有八十多的呢 八十多岁的高龄老人 更是重症的危险人群 第二就是有基础性疾病的患者 临床当中有基础性疾病 特别是心脑血管疾病 呼吸系统疾病 肿瘤 慢性身功能不全 类似这种基础性疾病的人群 感染新冠以后啊 引发重症的风险更高 第三 那就没接种疫苗的 你没接种疫苗啊 这事这事大了 过去我们对这事认识不清楚 现在的国务联合联合机制 专家三令五身啊 反复强调 可以说讲的苦口婆心 接种疫苗 可以有效降低重症和死亡风险 所以建议你没有禁忌症啊 符合接种条件的 特别是老年人 赶紧去接种啊 尽快接种啊 要接种啊 要加 要加强症 要打 要打足 昨天晚上我们接到聚会 中心理论组开会的时候 也反复强调这事 有人问 疫苗接种 在预防重症死亡方面 效果到底怎么样 大家说法不一样 专家说 现有的疫苗 对降低奥米克戎变异毒株 导致的重症和死亡 有很好的效果 保守一点说 仍然有较好效果 老年人呀 除脆弱人群 你感染新冠病毒以后 容易发展成重症 重症完了之后 还有微重症呢 微重症完了是什么呀 挂了呗 死了呗 是吧 所以呢 你现在不打疫苗 你老年人脆弱啊 感染了之后 你重症 微重症乃至死亡 现在怎么预防 目前看 最有效的预防手段 比较靠谱的 是接种新冠疫苗 接种新冠疫苗 获盛获益是最大的 你看看 专家把话都说到这 哎 有的人问 说那有人担心做核酸的时候呢 感染 那那那怎么避免啊 啊 怎么避免做核酸检测的时候感染风险啊 专家说 这个核酸采样啊 这车重要缓解 所以采样组织规范啊 管理与组织非常重要 既要保证采样质量 同时要避免交叉感染 你首先是采样的地点 组织管理方面清晰的标识 规划好进出路线 所有被采样的人保证单向流动 你们的做完的采样回头走啊 是吧 单向流动 同时要注意明确采样流程和各种注意事项 秩序维护 个人防护 你戴口罩去呀 你间隔一米远呀 其次那就是自觉服从现场工作人引导 采样之后啊 等前面的人走了啊 采样员完成了手部消毒以后 你再上前 前面刚走你就过去了 那手还没消毒呢 没必要那么急呀 对不对 采样的时候啊 注意啊 被采样的人员不应该接触 啊 你被采样 你又把你的那个身份证拿在手上 你没必要放到那 采样台上任何东西你都不要碰 采样之后呢 赶快戴好口罩 马上就离开 专家现在指导都讲这么细了 最近有的地方尝试不同的形式开展 核酸自采 但是自采的现在你就要特别注意自采的规范性 有效性 安全性 制定好的方案 组织实施 加强规范 这事啊 还有好多工作需要总结 今年以来很多地方监管当中发现检测机构存在问题 专家们谈到这事老百姓要最一份填膺的 你核酸检测机构你造假 阴的说成阳的阳的说成阴的 那你们招人恨吗 对吧 你们为了赚钱 你胡来 那现在呢 对这个违法违纪问题呢 现在要求强调加强监管和处罚 那老百姓普遍认为处罚的不够 那下一步呢 在这方面要加大监管力度 坚决依法一归严肃处理 以上我跟各位说的是人民日报登的国家的这个专家 关于新冠病毒疫情方面的一些问答的内容 我觉得说的是很具体的 这些事啊 比道听途说那些东西靠谱 不够